不良人第五季的新预告已经公开 这也是因为腾讯视频动漫节的原因 原本还有第一话要再线下点印的 可惜还在审核当中 为此只能往后推了 可能还会直接取消 这就很难受 索性官方发布了最新的预告 这才让粉丝们平静了下来 第五季的画质以及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感觉变得更加真实了 建模也稍微优化了一下 为此大家就感觉换了一部动漫一样 但整体形象还是可以的 李星云也终于在新预告中露面 背后有龙拳宝剑 头上带着梭力 看上去就特别的霸气 只可惜没有看到她的正脸 可能还在优化吧 此外就是新登场的小萝莉了 之前一直以为是四大师祖 但如今小编觉得可能是另有其人了 就和之前的连体鹰一样 其实只是绕疆的新角色 这么想的话 第五季和幻音坊有关 那么这个小萝莉必定是九天圣鸡 而且她手中还有鸡如雪的宝剑 想必鸡如雪将一些事情托付给了她 的确目前还有三位下圣鸡还没有出现 为此她的可能性就很大 当然也不排除她是师祖迎勾的可能 主要她背着的小指人就很诡异 第五季最高能的还是鸡如雪 打斗非常的多 幻音坊被灭后 她的武力再次提升了几个档次 可谓是对有几天 法力无边 但鸡如雪的下场也很惨 最终还是被十三太宝击败 并且剪掉了头发 囚禁了起来 李四元肯定不会让鸡如雪死的 因为她可是李星云的老相好 李星云必定围来救她 其实一开始老李和鸡如雪应该是隐居起来了 只不过后面又被通缉了 这就很难受 随后就是李星云的高能时刻 一个人独闯李四元的地盘 一瞬间就把敌人全部解决了 看上去就非常的帅气 此时她的实力起码已经大天位之上 经过冰神怪谈的强化 她的魅力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也是因为这样 她才敢如此不懈地闯进李四元这里 她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救出鸡如雪 并且解决掉李四元 其实鸡如雪一开始应该是丢下了老李 这才被抓住的 如果有老李在身边 她也不会受苦